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看本章概述 本章重点阐述了货有事项的定义及特征 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和计量标准 另外货有负债货有资产是怎么界定怎么处理的 还有亏损合同就代执行转亏损 怎么进行快捷处理 重组中哪些属于货有事项 这些问题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案例展示 这是理论总结 我们看看本章关键考点 第一个是预计负债如何确认 条件是怎么定的 第二个预计负债金额怎么测算 它那个科目记什么科目 另外呢 代执行转亏损的账怎么做 重组中哪些事项会形成预计负债 四项 来吧 我们先看第一个 什么叫货有事项 它是怎么定义的 有哪些特征 先看一个官方给的定义 货有事项是由过去的事项 而引发的 其结果有未来事项的发生 不发生才能决定的 不确定事项 就没准的事 怎么理解呢 举一个例子 看看 一个叫王老吉 一个叫加多宝 我看过这两家企业的发展史 在民国的时候 解放前 他俩是一家 都在广州 广州那边 是一个凉茶的这么一个私营企业 后来呢 因为战乱 有一只就跑到了香港 这个秘方的话呢 这两家都有 其实是一个秘方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 是一家嘛 有一只 因为他们这个家族很兴旺嘛 有一只叫做香港 香港这家的话呢 后来就把他那个秘方啊 是卖给了当地的一家企业 还是因为合作呀 反正不管怎么说 城里的加多宝 包装长这样 王老吉这个的话呢 是留在国内 那家 后来的话呢 他把这个专利卖给了广耀集团 然后广耀集团推出了王老吉 这两家的话呢 实际上你去喝去 味道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差别 他本身就是一家 广东良茶嘛 喝过那个东西 非常的苦 但是他这个是加工了 甜的很 而且他这个加多宝的外包装 和王老吉一模一样 红色的 金色的字 黄金的字 红色的罐 一模一样 所以说王老吉不干了 因为加多宝卖的特别好 王老吉就告这个加多宝 就侵犯我的商标权 我让你赔 这个官司已经判了 好像赔了五百万吧 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 在官司判之前算什么事 来开始 首先 王老吉诉加多宝这个事 商标侵权嘛 那么在这 法院正式判决之前 他们俩的话呢 对这件事件的反应 就叫后有事项 首先 过去的事引发的 你加多宝的包装 的确是跟王老吉一模一样 他的确 有过去的某一个事实引发 你肯定是访人家了 然后他的结果 有未来事项的发生 不发生 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 这是什么意思 法院在判之前 这个法院到底是判谁赢 到底判赔多少钱 到底什么时间赔 这谁也不知道 那么这是未来的事 未来的事的话呢 到底怎么定 这个东西谁也左右不了 因为法院不可能听你王老吉的 也不会听加多宝的 因此对双方来讲 这是不确定的事项 所以他就会有事项 咱可说清楚啊 这是在正式的案子判决之前 双方的这么一个纠纷 定性为会有事项 他判了就不是会有事项 那么在判之前 加多宝管这个叫什么 加多宝可是被告 他管这个叫预计负债 货者叫货有负债 注意啊 俩名不是叫预计负债 那就叫货有负债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是赔偿方 知道不 赔偿方的话呢 如果赔偿的可能性很高 而且的话呢 金额可靠 那就做预计负债处理 如果赔偿的可能性不高 或者赔偿的金额不确定 或者赔不赔都不知道 那叫货有负债 但不管怎么说呢 你加多宝这边属于赔付方 他对货有事项的定性 要么做预计负债 正式负债认定 要么做可能负债 叫货有负债认定 这是加多宝这边 他怎么着 他是理亏的 你注意啊 王老吉这边叫货有资产 他这边叫货有资产 他可能会拿到赔偿 所以叫货有资产 货有资产货有负债 预计负债 他们仨合并称之为货有事项 懂了吧 最后好像是赔了五百万 这个到底怎么判的 我就不太了解了啊 据说又上诉了 但不管怎么说呢 在法院正式判决 双方认账之前 这个诉讼案子 对双方来讲都叫货有事项 它是由过去的事引发的 结果有未来的事 未来的事就是法院判不判 判多少发生不发生 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 就是没准的事 货有事项有三大特征 第一个首先是过去的事项而引发 第二个是没准 第三个由未来事项来决定结果 等等 这个过去的事引发不用说了 它这个不确定性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确定性是这么集中 来展开一声 第一个不确定 是不一定赔 这个是一种不确定 就是赔不赔都没准 第二个不确定是肯定赔 但是赔偿的时间 赔偿的金额没准 这也叫不确定 知道不 来重复一遍 这个结果不确定说的是 一种可能叫不确定赔 就不一定赔 赔不赔都没准 第二个是肯定赔 但是什么时间赔 赔多少钱是不确定 这就属于不确定的一个分类 第二个 或有事项结果不确定 第三个是由过去事项引发 但是它的结果由未来事项决定 它这个未来事项像刚才的一个 就是法院判 法院咋判 这东西你自己决定不了 所以说未来事项决定 正因为法院不听你的 因此它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谁不知道 所以它叫没准 OK 看明白就行 往下来 或有事项的分类 第一个是满足条件 做预计负债确认 第二个是不满足预计负债条件 做或有负债认定 记得这两个是赔付方的认定 赔付方 也就是说你是负责赔钱的 赔付方 而货有资产是收赔偿方 收赔偿方 收赔偿方 这是它的不同的定位 你像刚才那个王老吉 告加多宝的这个商标侵权 谁是预计负债负有负债呢 这俩 这俩说的是加多宝 谁是货有资产呢 王老吉 这是它的一个分类吗 分类 问题是啥时候做预计负债 啥时候做货有负债呢 我们看一下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他这说确认记得啊 说的就是预计负债在什么情况下确认 另外的话呢 预计负债按多少钱计量 这是它的关键点 或有事项要想确认为正式的预计负债 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 撒 第一个叫现实义务 什么叫做现实义务 就是正在承担的义务 现实义务就是正在承担 正在承担是怎么理解 啥叫现实义务啊 就是正在承担的义务 注意这个词 正在承担的法定义务 你比方说 A公司到银行贷款 我替他担保 在担保手上一签字 从我签字的瞬间 从我签字的瞬间 我就承担了法定担保义务 这个义务就是现实的 那你说我签了字了 担了保了 我是不是就一定花钱呢 不是的 那得看对方还不还钱 他要不还钱 我才会替他还 所以说呢 这个现实义务啊 是正在承担没错 但他不一定花钱 他真的不一定花钱 要看情况呢 还有一种义务叫什么 叫潜在义务 什么叫潜在义务 我告诉你潜在义务 是在法定上 这个义务是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 没准 这叫潜在义务 这叫潜在义务 怎么理解呢 比方说奶牛厂 奶牛厂的话呢 我们一般认为 奶牛产业应该是个绿色产业 非常的这个温馨 而且的话呢 非常的环保 其实不是啊 奶牛的生产 饲养 整个运营是非常的污染 为什么污染呢 这个奶牛吃的是草 挤的是奶 放的可是屁 那个屁是甲烷的气体组成 那东西是可燃气体 我看过一个新闻 英国有个奶牛厂 几百头牛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 happy的吃草 happy的放屁 空气中弥漫着牛屁 然后呢 它这个脖子上不有锁链吗 它们很happy的吃屁 哈哈 也的确在吃屁 互相的话呢 摩擦 就擦出了火花 那个屁瞬间就着了 把这上百头牛绷到了天上 这个牛到最后的话呢 也那么清楚 到底自己是怎么死的 其实他们属于自杀 他们属于自杀 那在这有个问题 奶牛厂的牛放屁 是不是潜在义物 还是说它是个现实义物呢 应该说呢 着了这屁 那就是现实义物 没着放蔫屁 它就是潜在义物 真的 在这的话呢 这个东西就没准嘛 它只要在那happy的吃草 happy的产奶 happy的悄悄的放屁 没有点着 那这东西就没法追究责任 但是如果着了 那的确会造成环境污染 那这个的话呢 就属于 没着 就是潜在 着了 那就是现实义物 那我再问你啊 你说交通造势算什么义物 交通造势 当然是现实义物了 有的时候没着着 没着着不可能 一定会着着的 OK 现实义物的核心问题 是正在承担的意思 来看一下 这个义物的产生的定性 必须是现实 不是潜在 潜在是法定 没有特别明确规定的 再来 义物的律星很可能 哎 看很可能 很可能导致力流出 什么叫做很可能 咱们当初讲 那个总论是说过 很可能是发生概率 在50%以上 嗯 看一下 这个 这也叫很可能 大于50% 小于等于95% 基本确定是 大于95% 小于100% 可能是大于5% 小于等于50% 极小可能是大于0 小于等于5% 看咱们说的是这个级别 哎 往上走 这个级别 很可能导致力流出 这是第二条 那就说流出企业的 力的可能性非常高 第三个是金额可靠 金额可靠 当三条同时具备 做正式的预计负债 像刚才那个加刀宝 赔偿 是不是现实意义 肯定是的 这个名人一看 你就是秦权嘛 原封不动的超 都是红罐 第二个 是不是很可能赔付 很可能 第三个金额可靠嘛 这个得看法院的这个 最后判决的这个进度 另外双方的话呢 有个沟通问题 如果说可能性 很高 而且金额可靠 又是现实意义 那应该做正式的预计负债 如果说赔偿额 是个没准的数 那他就不符合 第三条 就不能做正式的预计负债 这事的话呢 就想起了一件往事 就是三路南分厂 08年死的吧 08年死的 当初的话呢 08年的时候呢 他引发的这个集体诉讼 索赔额据说高达80个亿 那公司全部卖光了 净私产 也就二三十个亿 所以说呢 他当时的这个诉讼 从三路南分厂 接这个诉讼 到最后的死亡破产 中间在他账上 并没有做正式的预计负债 为什么 因为他赔偿额是个天文数据 没有准数 所以说呢 就干脆直接破产了就 行了 这是咱们说的三大条件 再来一遍 第一个叫什么条件 现实有 第二个是很可能 第三个是金额可靠 三条同时具备 做正式的预计负债 看看他怎么计量 最佳估计数 如果说你因为这件事 要赔付的这个金额 有一个连续的范围 而且每一个结果的可能性 都是一样的 应该算上下线平均 比方说 这个加多宝 赔王老吉的额度 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 每个金额的可能性 都是一样的 那就算平均值一百五十万 如果没有一个连续的范围 或者说存在一个范围 但是它的结果的发生可能性 各自不同 这个时候呢 应当选择最佳估计数 怎么着 单个的按什么呢 按最可能的 单个的最可能的 最可能额度来认定 如果说呢 存在一个概率分布的话呢 那就是加全平均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单个的 这个公司让人告了 告的话呢 首先说是限时有 败诉的可能性 达到很可能 那就是很可能赔付 金额在多少呢 金额在两百万 最可能的 没有范围啊 就是两百万 那就按两百万算呗 借营业外支出 待预计负债两百万 如果是多个概率的 这种共同存在的 应该做概率加全平均数 看看 这个是一个质量担保费的问题 甲公司生产销售A商品 第一季度 卖了A商品 总共是6万件 收入为316 哇 这么高吗 我数一下啊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316 根据公司的产品质量保证 条款三包服务嘛 说一年内有问题的免费修 根据发生的这个概率 小毛病 它的维修费是 售价的1% 那么小毛病的发生概率是多少呢 是15% 大毛病 维修费是售价的2% 大毛病的发生概率是5% 没毛病 没毛病80% 那在这怎么做家庭平均呢 这样子看 拿这个316的总收入 0 这是它的维修费的这个标准啊 乘以80%概率 加上维修费的标准乘以发生概率 15% 维修费的标准乘以5%的发生概率 这是大毛病 这是小毛病 这是没毛病 没毛病 居然还写上 所以说它这个题做的还是有毛病 这个应该做多少钱呢 90万 分路怎么写 借其销售费用 待寄预计负债 90万 没错吧 90万 这个分路这么写 它借的是销售费用 贷的是预计负债 这样写 第一季度实际发生了维修费85 85的话呢 在这儿维修费如果发生的话呢 直接借预计负债 带银行存款或原材料 甚至有可能带应付中薪酬就可以 来咱们做一事吧 这不第一步吗 借销售费用 带预计负债90万 发生维修费 则是借预计负债 带银行存款或原材料 这儿有可能是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都有可能 85 最后它这个余额的话呢 剩的是8万 剩的是8万 一般情况下 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 先做预计负债 借营业外支出 带预计负债 当形成事实时 要转到其他应付款 借预计负债 带其他应付款 然后再支付 但是质量担保费 发生过于频繁 因此在真正发生质保的时候呢 就不用做转其他应付款了 直接充预计负债就可以 它干嘛要叨叨这个呢 你等着啊 我给你对比一下 你想刚才这个赔付这个 这不打官司吗 打官司之前 你觉得可能性很高 而且金额可靠 现实又符合 于是借预计负债 带预计负债 如果法院判了就赔这么多 你下一个怎么做 下一个就得这么做了 这事已经形成事实了 就得借预计负债 借预计负债 带谁去 带其他应付款 带其他应付款 把它转成正式的负债 然后呢 再借其他应付款 带银行存款就可以 这是指的 一旦他判之前做的预计负债 形成事实了 最后定性了 转成正式的其他应付款 然后再去支付 这是一般的情况 但是像这个产品质量 担保费的话呢 因为他太过频繁 我提的时候 不是走预计负债吗 等到我花钱的时候 我不用非得 把它先转个 其他应付款再支付 你就直接充他就可以 这样做是为了省事 他这个提示 讲的是这个意思 懂了吧 只有质量担保费 有这么一个要求 就是不需要每次 都转其他应付款 直接充预计负债就可以 因为他太频繁了 第三方补偿什么意思 如果清偿因 或有事项产生的负债 所需支付的全部 或部分 由第三方代偿 而这个补偿额 在基本确定 能够收到时 方可做资产 单独确认 还有一个的话呢 你的登占额 不要超过预计负债额 这句话怎么理解 我们直接看个题 这写着呢 假公司从银行 借了一百万 以公司全额担保 到期假不还钱 你的话呢 肯定会被银行告 我问你啊 以是不是现实于我 是 你签了字了 担保了吗 是不是很可能 很可能 几乎是肯定了 第三个是金额可靠 你是全担保一百吗 于是以的话呢 被银行告 肯定是这么写的 借营业外支出一百 但预计负债一百 但是这事是以替谁擦屁股 替假 于是的话呢 以公司就给假说了 说你得替我承担这个损失 假的话呢 就把房子卖了 基本确定可以从假那 就赔付 拿到三十万 这个时候的话呢 是借其他应收款三十 带营业外支出 必须是基本确定 可以拿到赔偿 才这么写 在这的话呢 有一个问题啊 你看这 说基本确定 第三方补偿 才可以做其他应收款 单说 对不对 他说你的补偿额 不要超过预计负债额 是什么意思 再看 你这个预计负债 是不是一百 如果说假公司 觉得特别不老人 假公司说了 假公司说了 说这个这样吧 我卖腰子 我赔你一百三十万 我赔你一百三十万 以公司应该怎么回答他 以公司说了 那个准则说了 不让要那么多 你们这写着呢 补偿额 不要超过预计负债额 这个是指的你在没拿到钱之前 你不要超过一百 在这的话 这不有吗 如果你赔一百三 怎么办 你只能写一百 知道吗 你不能写一百三 那非要给你一百三 要不要 当然要了 我们说的是没拿到赔偿之前 你的额度 便超过预计负债 懂了吧 来来来 再梳理一遍 就是第三方补偿 什么时候方可做资产认定 必须是基本确定拿到补偿 而且你的补偿额 不要超过预计负债额 但是不要超过的意思是 没拿到钱之前 不要超过 像刚才 基本补偿拿到一百三的 你就只确认一百就行 那非得给你一百三 要不要 当然得要了 那是另当别论 这有一个麻烦的问题 你觉得有可能第三方补偿 超过你的一百吗 这可能性几乎为零 第一个是 基本确定方可做资产 其他应收款认定 另外你的其他应收款的额度 不要超过预计负债额 另外入账的话 单走其他应收款 不能和预计负债对冲 这点非常非常关键 再看一个 以公司或有事项 确认了一百万的预计负债 同时因为这个 可以从假这拿到 四十万的基本确定补偿 这就刚才那个题的一个 再展示 怎么办 先借营业外支出 待预计负债一百 这是一个 同时第三方补偿 基本确定拿到四十的话 是借其他应收款 待寄营业外支出 这我就不再写了 刚才已经展示过类似的了 好了 我们 再看这个多选题 清偿或有事项的负债 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 第三方补偿 谁说对了 补偿额很可能收到方可做资产 不不不 基本确定 补偿额基本确定收到时 方可做资产单独确认 确认补偿额不应超过预计负债额 这个是对的 补偿额只有在基本确定 能够收到时方可做 确认 并从所需支出里面扣除 补偿额不应该超过预计负债额 这块的话呢 说的有点瑕疵 原文应该这么说 基本确定收到时方可做资产单独确认 而且的话呢 所需的这个支出要单独做预计负债 不能够对冲 确认的负债和资产额是 资产不要超过预计负债额 这样说是严谨的 他这个说的多少有点瑕疵啊 补偿额只有在能够收到 不是能够 基本确定 就俩是对的 一个是B 这个 一个是D 再看预计负债的后续计量 预计负债本身它是蒙的 那在蒙完之后的话呢 你在正式的法院判之前 它多少都有一个调整期嘛 后续计量是说 到了资产负债表日 对蒙的这个预计负债 要进行复查 因为毕竟还没有真正的确定嘛 所以说呢 一旦发现说你这个事啊 并不是最佳估计数 要及时的修正 这个事你注意啊 它和政策变更扯不上 它也不叫差错更正 这个的话呢 就直接调就可以 它和差错更正扯不上的 千万记得 这不属于差错更正 也不是政策变更 相关分路 产品质量担保费 列的是销售费用 借记销售费用 诉讼费 因为打官司告状 需要诉讼费嘛 律师费 走管理费 赔偿走营业外支出 带的是预计负债 一旦形成既定事实 则是借预计负债 带其他应付款 但是产品质量担保费 是不算的 因为产品质量担保费的话呢 本身它是频率太高 你发生产品质量担保费 应该直接充预计负债 就可以 就不要算每次发生 是再去转其他应付款了 看这个得转啊 这个得转 借其他应付贷 银行存款 如果是产品质量担保的话呢 不用每次都转 直接充预计负债就可以 另外的话呢 质量担保费发生数 和预估数相差 比较大怎么办 直接调位 这个不叫差错更正啊 特定批次的产品 做的这个预计负债 一旦保修期届满 没有充完的预计负债 要调成零 把当初多体的销售费用 一块充掉 不在生产的产品 提取的这个预计负债 在保修期满了之后 还有余额的把它充平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第三方补偿 借记其他应付款 代记引外支出嘛 请看这个单项选择题 12月17号 甲公司因合同违约 被以公司起诉 12月31号 甲公司尚未受到法院判决 咨询律师之后 很可能会赔 这有一个条件够了啊 赔偿额在400万到800万之间 而且每一个金额 是概率相同 平均值多少 600 是不是件事异我 是 那应该做预计负债的 有个第三方补偿 谁给你赔的 领公司会补偿 可能会收到 这个不能做 其他应收款 损失了多少 600啊 算C嘛 借营业外支出 代预计负债600 第三方补偿 没有达到基本确定 因为他这只是说可能 看见没有 报表披露 这个准则是这么规定的 因或有事项确认的负债 除了在报表中反应之外 还应在付诸里面 做相应的披露 披露他的原因和金额 使得使用人能够获得 充分的详细的信息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来看这道基础案例 以公司因合同违约被定告了 在这里面 丁觉得很可能会胜诉 那他应该叫货友资产 如果达到很可能的级别 货友私产方丁应该做披露 他这披露这样披露 看 丁作为货友私产方 首先不能做正式的私产认定 应该披露货友私产 多少钱呢 他说很可能赔到19 我很可能拿到19的赔付 货友私产就是他嘛 这个以的话呢 是很可能赔 人家这收 这边是赔 赔的话呢 额度在160到200之间 那就是均值为180万 可能性都一样 这里面包着3万的诉讼费 以的话呢 首先说他是现实义务 而且很可能赔付 另外金额可靠 所以说以这做正式的 预计负债认定 借管理费用 诉讼费嘛 赔付借记盈外支出 177 但预计负债180 然后呢 还得去披露这件事 进行相关的一些解释 显然呢 在这里面 货有私产方是顶多披露 而真正的赔付方 达到很可能 现实又符合 而且金额可靠 三条都具备的话 做正式的预计负债认定 不光做正式的预计负债 还得做披露 来看一下考题 假公司生产商品 使用非专利被告侵权 被以公司告了 12月31号案件上载审理 律师认为假公司很可能赔付 这可能性够挑战了 赔偿额赛200到300之间 而且概率相同 那就是250的赔付额的 很可能发生 另外呢 你如果赔的话呢 还有诉讼费呢 这样的话定270的预计负债 这里面有一个事 就是假公司入了保险了 保险的话呢 说很可能赔150 这个没到基本确定 不能做其他一手款 他最后问报表里面的话 这个负债多少钱 270应该算D就对了 你刚才这个第三方补偿 在这的话呢 就算是基本确定 他也是单走其他一手款 不能够充预计负债 货有负债是啥意思 货有负债就是预计负债 达不到了三个条件 就会变成货有负债 你像三路乃分场 就是因为金额不可靠 所以说它叫货有负债 在这呢 我们看一下概念 货有负债是说 过去的事引发的潜在义务 那就说不到 现实义务的标准 然后呢 存在需有未来的 不确定事项 发生不发生 这第一个的话呢 属于现实义务不满足 第二个 过去的事项所引发的 的确是现实义务 但是它的可能性 不是很可能 就概率没到50%以上 这是属于第二条不满足 再有的话呢 就金额不可靠 总之呢 预计负债 要求具备的三个条件 只要有一个不够 赔付方 就叫会有负债 它谈不上确定条件 只要你那三条件 预计负债的三个条件 有任何一个不够 它就叫会有负债 它的特征是过去的事 引发的结果不确定 结果不确定 可能它是潜在义务 也可能是现实义务 但是可能性达不到很可能 另外的话 金额不可靠 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刚才说过了 它怎么处理啊 不用处理 披露就行 披露的范围 可能性极小的 一般是不披露 但是在这有特例 有这么几位 未决诉讼 一个担保 一个商业城 对汇票贴线造成的 会有负债 还有一个未决仲裁 这里面我们需要 特别提醒一下 什么叫商业城 的汇票贴线造成的 会有负债 我讲负债是说过 一个商业城的会票 当时就聊过 这种会票的 性度是很低的 因为它是谁签字 谁的账 谁自个认 没有找担保人 那么在这的话 商业城的会票 如果你卖给银行 银行都会让你 签连贷责任 那你把票 卖给银行的话 那你说这个 你作为这个 应收票据的持有方 原来的 你说你能不能 忠实确认应收票据 不可以 他会承担一个 连贷的偿款责任 这就叫货有负债 但是仅限于 商业城对会票才有 银行城对会票 本身性度非常高 那个的话 有银行作保人 对方肯定会给钱的 他不给担保 还给呢 所以说 只有银行城对会票 他的贴线 银行城对会票贴线 是不会出现会有负债的 只有商业城对会票贴线 才会出现会有负债 总之这四个啊 可能性 不管多么多么小 都要做披露 因为他这个性质啊 不一样风险太大 这四个可能性 不管多么小都要披露 除四个之外 别的货有负债 如果可能性极小的 就不要说了 说的话 说什么呢 说原因 说他的不确定的内容 以及他的相关影响 以及获得补偿的可能性 这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有个例外 什么例外 如果说呢 你说这个 未决诉讼仲裁的部分信息 或全部信息会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你可以不说 但是呢 至少要说他的原因 我一直不理解 准则这个到底让说还是不让说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著名的品牌 叫三珠口服业 是90年代上个世纪 最火的一个健康的 这算是补品 它的影响力 跟现在的脑白筋 几乎有一拼 三珠口服业 我对这个口服业印象非常深刻 为什么 我给我媳妇找工作 90年代 然后送给关系人 一箱 三珠口服业 大概是两平 398块钱 我那时候的月公司才128块钱 可以说呢 是拿了将近三个月的公司去送礼 送完礼的第二天早上 我就看到了当地的报纸的头版头条 南方有个城市 三珠口服业吃死一个 这个人家告了 告三珠口服业 我当时脑子就乱了 为什么这个礼白送了 肯定弄不成 人家也看报纸 你这时候没有什么手机 也没什么微信短信 啊 这个昨天刚送我的东西 不能吃啊 会吃死人的 另外的话呢 这小的太不地道了 都知道吃死人了 还给我送 什么意思 所以说呢 工作没找成 那个案子是真的 然后人家告 告的话呢 这个三珠口服业这家公司啊 是山东的 没经验 就开始应诉 这个官司整整打了两年 这家公司给打黄了 你像这种事儿 尤其是保健品 你吃死一个 不管因为谁的原因 你这个吃挂烙都是了不得的 都是崩溃式的灾难 你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把这事儿赶紧的压下去 不要再去诉讼 还应诉 应该尽快地停卖调节 你像这种事儿发生之后 你说你怎么披露 准的说了 吃死人了 你得说 得说原因 那怎么说啊 各位投资者请注意 我的产品非常的畅销 而且质量非常的优质 绝对吃不死人 这个顾客的话呢 就是因为拿到我的东西之后啊 他激动 他心脏病犯了 跟我的产品的质量没有关系 甚至从相反来讲 是我这个产品质量太好 然后他喜不自胜而嗝了 在这儿的话呢 你应该这样解释 你这样解释的话呢 我估计你的产品百分之百没人要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 你说你到底说不说 准的说了 你要说原因 在这儿的话呢 按照我的理解 这种事儿危机空宽 应该直接就不说了 不然这事儿先盖下去 要不然的话呢 哪还有什么脑白金的市场地位 那时候三周口福也是最火的 这就是例外情况 看明白就行啊 走 B公司从银行贷款 贷款了2000万 A全额担保 C从银行贷款 每金100万 A全额担保 还是担保一半 担保一半 B通过银行 从G公司贷款了1000万 A又是全额担保 A公司有病 A公司有什么病呢 A公司得了一种神经病 叫逼谁给谁担保综合症 这个A公司啊 只有一种可能 A是他们的母公司 不然的话呢 不会这么干 在这种情况下 首先说B公司这个贷款啊 没给钱 银行已经把B跟A给告了 A的话呢 连带责任需要赔偿多少额 尚无法确定 那么在这 虽然它是现实义务 虽然是很可能赔付 但金额不确定 做货有负债 C的话呢 属于这个 就可能还不了钱 没有达到很可能 所以说呢 也做货有负债 因为这个担保 A应该也做货有负债 B的话呢 目前没有还款困难 更得做货有负债了 在这等于说呢 这三个担保 都是货有负债 你看这个解析 对B来讲 属于金额不可靠 所以说呢 做货有负债 然后C的话呢 属于可能性 没有达到很可能 A的话呢 也是货有负债 然后D的话呢 人家这个赔付 几乎是可能性非常小的 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货有负债 可能性再小 也得披露 因为这事太风险大了 再看货有资产 货有资产 是由过去的事 引发的潜在资产 其存在是由未来 不确定的发生 或不发生 于正式 这个聊的 刚才那个王老吉的 那个角色 他很可能会收到赔偿 是由过去的事 引发的一种可能的赔偿 其存在由法院 判不判来定 因此这是不确定 所以说的话呢 这叫货有资产 你是收赔偿方吗 过去的事 引发的结果不确定 这个结果不确定 包括的是不一定赔 人家对方不一定赔给你 另外的话呢 他很可能会赔我 但是赔多少钱 什么时间赔 是不确定的 这些都叫货有资产 货有资产 必须达到很可能 才构格披露 披露的内容 包括它的原因 也包括它的影响 了解一下 看个例子 关于货有事项 谁说对了 货有事项形成的预计负债 是现实义务 没错 预计负债应当与相关的货有资产相抵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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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有资产根本在账上不认 更谈不上相抵 货有事项引发的货有资产 应当很可能收到时确认 根本就不确认 预计负债计量应考虑 相关于货有资产预期处置资产的损益 根本都不考虑 只有A是对的 来看看刚刚考过的21年的这个多项选择题 假公司发生如下事项 第一个是 加持有仪60% 控制呗 打算全部卖掉 以公司的股份 卖给谁 卖给饼 到2020年底的话 已经办了登记手续啊 钱呢 收存银行了 已经办完了 再来 假公司发现 应该在19年确认当期费用的某项支出 进入19年利润表 该费用占19年利润的千分之二 自假公司设立以来 其对销售商品一贯执行三年的质保 签订合同法律中 并没有相应的条款 因假公司对丁公司提供一个产品的存在质量问题 然后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赔500 到年底的话 法院没有判 这在说什么呢 问谁说对了 第一句话 以公司虽然被假出售 但以公司的财务报表 仍应按持续经计假设 对快教授确实计量 没错 因为你只是把以公司的股份卖掉 以公司还存在它的存续状态 知道吗 你只是把股份卖给它 你比方说呢 我把中石油的股份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 那么中石油还在存在 它和你卖不卖股份没关系的 因为它法人地位还是保留的 假公司未经法院最终判决的诉讼事项 因资产负债表日 没有获得全部信息 无需处理 符合即时性 要求 等会儿 这个案子的赔付是多大 没说 没说 没说的话呢 最起码也是会有负债 你不能说什么都不做处理 这是要处理的 最起码得披露吧 三年内的质量担保费属于推定义务 没错 再来 没有在19年确认的费用 因其不重要 无需调整19年度的财报 等会儿你啥时候发现呢 假公司发现19年该做的费用 没有记住19年 你现在是20年的 对吧 这个的确金额太少 太少的话 直接在当期调 没错 这个对的 那这么说的话呢 ACD是对的 对的 再来 代执行转亏损 什么叫代执行转亏损 啥叫代执行 代执行使得 没有开始履行的合同 叫代执行 或者说履行了一部分 没有完全履行完的 这叫代执行 没履行或者履行了一部分 这叫代执行啊 什么叫亏损 这合同执行下去 一定会亏钱的 这就叫亏损合同 代执行转亏损怎么办 这个事呢 先别着急怎么办呢 我们先把这个账做了 再说 先看第一种情况 纯培的 纯培的话 什么意思啊 你比方说呢 我们租了一台设备 租期三年 一年租金一百 结果呢 头一年就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 这个产品没人要 已经生产一年了 到第二年的话呢 说啥也不生产了 但是设备还不能退 你还有两年的租期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两百万的纯培啊 借记营外支出 待预计负债两百 你像刚才这个的话呢 就属于纯培 这个合同已经执行一年了 然后呢 到第二年发现再生产 死培 我肯定不生产了 但是我的租金 我还得给人家 这就属于纯培吗 这就属于亏损合同 明显的亏损合同 借记营外支出 待预计负债 第二个的话呢 是产品没造出来 就已经赔的 比方说我们约了一个产品合同 卖一百件 每件卖一万块钱 当时觉得还有赚头 而且还签了一个40%的违约金席 也就是说如果说 假公司没有按期 或者是如约支付这个商品 或者交付商品 会赔多少钱呢 赔40万 因为它总金额是100万嘛 结果发现呢 这个产品还没生产出来 就发现啥也涨 这个也涨 那个也涨 造一个要亏一千块钱 看见没有 因为造完之后 一万一嘛成本 造一个亏一千 总共造一百件 亏多少 亏十万 我就问你造还是不造 含着眼泪也得造 这种情况就是倒霉催的 这种情况下 你肯定还得造 因为什么赔的更多 赔40万 这种情况下 应该借记营外支出 待预计负债时 然后产品出来之后 再借预计负债 待库存商品时 如果说违约金 只有三万呢 那我肯定不造 我就认赔 借记营外支出 待预计负债三 就可以 已经存在商品 进行销价处理的 什么情况 你比方说 我存着100件A商品 这东西啊 现在卖不动 怎么办呢 销价 每件八千块钱卖 一件成本一万 每件赔两千 我们假定 不考了别的问题啊 这属于什么 产品已经在库里待着了 你要把它销价 减值处置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处置之前 先做减值计题 提多少钱 一个提两千 100件提二十万 切记资产减值损失 待机存货 低价准备二十 这样做 来来来 我们在这呢 把它往前倒 看看这几个情况的理论总结 先看第三个 当代执行转为亏损 该亏损合同产生的义务 满足预计负债的 要做预计负债 然后的话呢 你不能够把未来的可能的经营亏损 当做预计负债 这是两回事 代执行转亏损的计量 怎么计量 如果你有标的资产 像刚才第三种情况 那么应该做资产减值提取 并且按照规定提取资产减值损失 如果你的损失超过了它的整体价值 还有超额损失 再做预计负债 这什么情况呢 你比方说我存的这个商品一百万 我提简直大不了 我这一百万都提足 有没有可能提一百三十万 这个也有可能 比方说你这个商品啊 具有核辐射威力 污染非常严重 那你在这的话呢 你就算不要 你还得倒贴钱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处置到它 一方面提一百万的减值 然后的话呢 你还有额外的一个损失的支付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你想前段时间 闹石油危机的时候呢 你要买我的石油 我给你倒贴钱 这就是特殊的这种情况出现 如果像刚才这个 这个东西总共一百万 你现在提减这一百万提完了 但是它还有损失 额外还有二十万或三十万的损失 那个做预计负债 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一些特殊商品上 像刚才这个超过它全额损失的部分 做正式的预计负债 没有标的资产的话呢 像刚才这个纯赔的 怎么办 直接做银外支出 带预计负债 还有一个的话呢 没有生产出来就赔的 那就先做银外支出 带预计负债 造完之后再去充 库存商品 这是它的一个套路 在这的话呢 要根据情况来定 注意这个啊 OK 看看这个案例 下列带执行谁说对了 带执行转亏损 该亏损合同产生的义务 满足预计负债的 做预计负债 对着呢 带执行属于货有实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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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是转为亏损 才会出现货有实项 带执行转为亏损 有合同标的的 先对标的资产测减值 提取减值损失 如果损失超过这个的话呢 超过部分做预计负债 就刚才说的那个 你就把它全额提完之后 它还有损失的 这种情况下倒霉催的 那就超额的做预计负债 没有标的资产的亏损合同 相关于我满足预计负债的 做预计负债 OK ACD是对的 再看这道题 做多少预计负债 这是一个不可撤销的销售合同 六个月交付商品报价1500万 违约金750万 原料涨价了 生产出来就得2000万 那你得赔多少 得赔500万 你是生产不是生产 你不生产就得赔750 你肯定要生产 这也说500万吗 别着急 这还有一个 生产出来已经发生了300的成本 你刚才说赔多少赔500对吧 那生产出来的话呢 应该提减值 剩下200做预计负债 选择C就对了 就是这种情况下 它不总共损失500吗 你已经生产出来300了 做简直提取 然后剩下的200 做预计负债 先把300的简直提了 这是有标的的 没标的的话 做预计负债 再看最后一组 叫重组事项中的预计负债 重组是什么事 是说的这个事 企业制定或控制的 显度改变组织形态范围方式的 计划实施行为 比方说 出售中止部分用 组织架构重大调整 关闭部分场所 从一个地搬走 比方说现在 俄罗斯侵犯乌克兰 那个麦当劳就宣布 我撤销 在你俄罗斯的 所有的麦当劳店 当地的军民说 你赶紧走 这东西垃圾食品 我们正不想吃呢 那这个对麦当劳来讲 撤销 在俄罗斯的 所有的分店 这就是典型的重组 重组中 或有事项是什么意思 满足预计负债条件的 所预计负债 什么情况下 认定你承担了重组 比方说 有详细的正式的重组计划 包括重组的业务的主要地点 补偿人数 以及岗位性质 等等这些 有明确的计划 第二个 这个计划已经公告了 属于建在弦上 不得不发的状态 此时重组义务正式承担 计量怎么计量 这里面的话呢 先说有几个支出吧 这有 一个叫 资源遣赞费 一个叫强制遣赞费 一个叫不再使用的厂房 租赁车消费 这三个 是重组中做 预计负债的三项内容 剩下的这个 你看啊 什么搬离设备 到将来的这个工厂 还有剩余员工的赛培训 以及经理的招聘成本 就这些 再往下来 然后呢 什么广告的营销成本呢 以及新的分销网络的投资 以及未来的经营损失 还有特定的固定生产的减值损失 这些都属于再生产的 这些和重组没关系 这个才是重组 所以说呢 你的重组事项中 必须是符合它的三项内容 才可以做预计负债 来看一下 重组中做预计负债的是什么 必须是刚才的三个支出 做预计负债 不包括流用职工 港前培训 市场推广 新系统投入 这些属于再生产的 在这一定把这三项背过 OK 再看一道题 谁做重组中的预计负债 你就说吧 自愿遣算 强制遣算 不再使用的厂房租赁车消费 那个剩余之功的港前培训 属于再生产的 只有ABD属于 C的话呢 是不属于 他问的是单选 谁不是 那就是C位 OK 再看一个 重组的话呢 谁算 组织架构调整是 扩大产业链购买的子公司 这个是企合并行为 出售不分业务是 从一个地儿搬离 这个是 这属于重组的定性 ACD 这我们刚才对着他来的 没什么特别的 来我们看一下21年的单选 下列关于 或有事项谁说对了 企业无需将 已经做了负债的 或有事项 账面要进行复材 不不不 必须要复材 每到年底做复材 或有事项的潜在义务 应当按最可能金额确认 潜在是不确认的 或有事项符合确认条件 确认为资产负债的 应当按照它的金额 不是金额 是个列个的 比方说 第三方补偿单走 其他一手款 它和预计负债 不能对冲的 最后一个 或有事项做负债的 按最佳估计数 这个是对的 OK 再来一个 20年 假公司发生如下事项 第一个是 20年初 为了以公司的一笔贷款 做全额担保 拿到了一笔质押物 估计 到年底的时候 你公司给不了钱 被银行告了 一块告的 它承担连带的 1500 做预计负债 质押物的供应价是 1800 那你第三方补偿的话 你最高确认1500 提质量担保费时 走销售费用 底下有一个 关闭分公司 但尚未对外公布 那就说还没有形成 重组义务 不做正式的预计负债 问谁说对了 就担保实际 做预计负债1500 这个是对的 第三方补偿 1800不对 质量担保费 销售费时是对的 关闭分公司 还没有对外公告 不会形成 重组义务 不能做正式的 预计负债 这里面A和C是对的 搞定 行了 这张内容比较简单 但是它的 整个的延展性 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讲到锁的税 讲到日后调整 会专门再把它拎出来 重新再组合一下 这张很重要 我们看看关键考点 第一个 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三条 现实义务很可能 金额可靠 同时具备 金额计量 上下下算平均 按最可能 或者是概率加全平均 这个上下线算平均 必须是发生概率是一样的 费用的归属 一般的诉讼费 走管理费 质量担保费 走销售费 赔偿走一万之初 第三方补偿 基本确定做其他印收 借其他印收款 代替一万之初 你的其他印收款的入账 不要超过预计负债额 OK 会有负债的披露 可能性极小的是不披露 但是有四个 无论可能性 多么小都要披露 味觉诉讼 担保 商业成对黑票贴线 造成的会有负债 以及未业重裁 除此之外 可能性极小的是不披露 会有资产的披露 很可能才够格披露 带执行转亏损的这个 纯赔的走印外支出 没有生产出来就赔的 先挂印外支出 然后再充库存商品 已经存在标的的 直接提资产减值损失 超过它的全额体减值的部分 所预计负债 重组中什么情况下 作为重组义务的正式确认 有明确的计划 已经对外公告 这时候呢 同时具备做正式的 重组义务确认 它作为预计负债的是 三个代价 一个叫资源遣散费 一个叫强制遣散费 一个是不再使用的 厂房租赁车消费 把它的内容要背过 这张非常重要 但是呢 它比较简单 算是比较轻松的一张 马上我们会迎来 比较恶心的金融工具 加油 谢谢大家 再见